你好 欢迎来到高爽天文学前沿报告 我是高爽 这一节我带你跟踪一下 中国科学家研究月球的新进展 2021年10月20号 中国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团队 在《自然》杂志一连发表三篇论文 他们公布的探测成果 推翻了传统的结论 一下子将月球的地质活跃时间 延长了整整十亿年 传统的研究告诉我们 在最近三十亿年中 月球上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地质活动 月球上是既没有火山爆发 也没有形成过新的岩石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 月球已经死了三十亿年了 但是嫦娥5号月球探测团队 却颠覆了这个结论 对月球地质活跃的时间 给出了全新的结论 为什么科学家会关心 月球地质活跃的时间呢 这是因为月球距离地球很近 它就像咱们地球的邻居一样 对地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没有月球引力的牵引 海洋就不会有规律的潮起潮落 把大量有机物带到陆地 地球上早期的陆地生命 可能也就不会诞生了 而且地球的直径 只有月亮的三倍 两者其实在同一个数量级 如果月亮的地质活动 会无缘无故的停止 那地球的内部活动 会不会也在哪一天 突然就停止了呢 所以对于月球地质活跃时间的研究 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关心的大问题 那么中国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团队 是怎样推翻传统的研究结论的呢 科学家估算月球地质活跃时间的方法 不止一种 但想要做到精确估算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去月球上采集样本 把真实的土壤和岩石 拿回地球的质岩石仔细分析 有样本在手 就能分析出更丰富的信息 比远远的观测月亮要靠谱多了 过去的苏联 曾用探测器采集过三次月球样本 美国的阿波罗工程 则先后采集了六次月球样本 这些样本增进了人类对月球的了解 也为中国的探月工程提供了基础 1978年 美国赠送了中国一克月亮岩石样本 中国把其中的0.5克 放在北京天文馆展出 另外0.5克用来研究 一口气发表了14篇论文 中国过去的探月工程 以及中国科学家 对月亮的细致理解 都建立在这0.5克样本的基础上 科学家还在过去的这些样本中发现 即使是最年轻的岩石 也已经形成了30亿年左右 而这可以推测出月球地质活跃的时间 要知道 大规模的地质活动会形成新的岩石 比如每一次火山喷发 都会在地表形成一层新的岩石结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星球表面一直没有新的岩石出现 就意味着 这颗星球的地质活动 很可能已经停止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过去的科学家一直认为 月球的地质活跃时间 已经停止了31年 因为月球上最年轻的岩石 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但是中国的科学家 希望这次探索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不甘心只是把其他国家的探索工作 简单重复一遍 所以在嫦娥5号去月球上探测的时候 他们选取了不同于以往的位置采集样品 结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以前苏联和美国采集的样品 都位于月球正面 比较靠近赤道的区域 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 则选定了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着陆 这个位置在风暴扬东北角的旅姆克山北侧 你不用在意这个地理名词 只要知道这个位置 大概相当于地球上靠近北极的地方就好了 这个地方是一大片玄武岩区域 玄武岩是月球上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 研究玄武岩 就可以了解月亮内部活动的历史 过去的苏联和美国的九次着陆地点 都是围绕在月球的赤道附近 嫦娥5号选择靠近月球的北极着陆 是为了玄武岩离之前的区域 寻找尽可能不同的地质结构采集样本 看看能不能找着新东西 2020年的年底 嫦娥5号从海南文昌发射 着陆在月亮上的驴木克山地区 自动采集了两种类型的样本 一种是月亮表面的土壤 另一种是经过钻探 采集了更深层的岩石 嫦娥5号把共计1731克的月球样本封装之后 启航返回地球 成功着陆在内蒙古四字王旗着陆场 几天之后 这1731克全新的样本 转移到了国家天文台的实验室 这是时隔44年之后 人类再次成功取回了月球上的土壤和岩石 2021年 中国十几家科研单位共同参与 一起分析了这批月球样本 这一分析就发现了令人惊喜的结果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科学家从嫦娥5号带回的样本中 找到了50颗富含油元素的玄武岩颗粒 利用目前最前沿的油签定年技术 精确测定了这批岩石的形成时间 我先告诉你结果 这批玄武岩形成时间距离今天 20.3正负0.04一年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 这些颗粒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 月亮上最年轻的岩石 比过去找到的岩石足足年轻了十亿岁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以为三十亿年前 月球内部的活动就停止了 现在这些岩石告诉我们 实际上月球至少还持续活跃了十亿年 这个结果不光刷新了我们对月球地质活跃时间的认识 还让另一种估算地形年龄的方法变得更精确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 去其他星球上采集样品 再带回来的成本太高 不能经常进行 所以天文学家一直用另一种更简便的方法 测量一块地形的年龄 那就是陨石坑统计法 一般来说 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撞击的陨石坑会在星球表面保留很长时间 所以仔细统计一颗星球上 某一块区域陨石坑的数量和密集程度 就能推算出这块地形是否活跃 天文学家一般认为 比较老的地形就会有特别多而密集的陨石坑 年轻的地形则比较平坦 不容易看出有过陨石撞击的痕迹 这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 因为如果一个区域的地质非常活跃 就会经常有火山喷发 火山流淌出来的岩浆 就会把周围的陨石坑填平 所以平坦的地方 往往拥有更加年轻的地质结构 而如果地质不活跃 陨石坑就会一直被保留 时间越久 陨石坑的数量就积累的越多 那么陨石坑越密集的地形 也就意味着地质结构越老 但是由于缺乏其他信息的参照 陨石坑统计法 基本上只能起到排序的作用 却无法精确的估算地质形成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种方法很容易在不同的地形中 比较出谁更老 谁更年轻 但是却很难估算出地形的准确的年龄 这就像一个普通人 很容易判断出一棵更大的树 比一棵更小的树年纪要老 但是却很难估算出树的具体年龄一样 所以用陨石坑统计法来估算地形的年龄 结果的误差就会非常大 具体大到什么程度呢 过去科学家用陨石坑统计法估算 嫦娥五号着陆位置的地形年龄 是十亿年到三十亿年之间 误差的范围足足有二十亿年 误差大到这种地步 估算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但是现在好了 有了最新的月球样本 计算出了高精度的结果 就可以较准陨石坑统计法 以后即使只用这个方法 估算其他星球 或者其他地区的地形年龄 也可以更准确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还是用树的例子来给你解释 以前你看树的大小 判断不出树的年龄 但现在有一位伐木工人 为你聚开了几棵树 你数一数树的年轮 就可以知道这些树生长了多少年 有了这次参考年轮的经验 以后即便还是只让你看树的大小 你也能更准确的 估算出一棵树的年龄了 你看天文学上的一次新发现 往往会给相关的研究 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 那么准确的知道了 月亮内部活动停止的时间 是在二十一年前 又会给天文学科 带来哪些需要解答的问题呢 过去的理论认为 月球的地质活动 已经停止了三十一年 整套的天体地质学模型和方法 都用来解释这个结果 但是现在整个理论体系 需要被重新评估 天文学家要找到新的理论来解释 月亮为什么多活跃了十一年 围绕这个问题 天文学家提出了两种猜想 一种猜想是 月球内部有某种放射性物质 会持续的给月亮加热 保温 让月球内部的岩浆继续活跃 另一种猜想是 月球内部可能含有比较丰富的水 岩浆中混合了大量的水 溶点就会降低 在低温下也能流动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水 是指晶体中存在的结晶水 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液态水 这种掺了水的岩浆 在月球冷却之后 也能流淌到月球表面 形成新的岩石 那么哪种猜想正确呢 咱们先说第一种猜想 要想验证这种猜想靠不靠谱 就要从采集到的样本里 找到过剩的放射性元素 这样就可以证明 月球内部的确有冲突的放射性物质 给月球持续加热 但是科学家发现 月球样本中能持续加热的 放射性元素含量 不仅没有过多 反而比一般的预期还要低 也就是说这种猜想并不靠谱 那岩浆被掺水的猜想 能解释得通吗 也不行 研究发现 来自月球内部的岩石碎屑 极度干燥 每克岩石中 含水量只有零点几维克 到几百维克 这个含水量 相当于撒哈拉沙漠的 沙子含水比例的万分之一 这说明月球内部的岩浆 没有被掺水 所以不会在较低温度下 还保持流动 第二种可能性 也被排除了 这也不行 是那也不对 月球为什么能延长 十亿年的活跃时间呢 坦白的说 目前还没有靠谱的答案 但是天文学的研究成果 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得来的 目前 嫦娥五号带回来的 1731克样本 仍在继续分析中 我相信 这些宝贵的样本 会给天文学家 带来更多的新发现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传统研究显示 最近三十亿年 月亮上没有大规模的地质活动 因为谁也没有见过 三十亿年内形成的岩石 第二 嫦娥五号带回了 1731克 月亮上的土壤和岩石样本 从中发现了 形成于20亿年前的岩石颗粒 推翻了传统的研究结论 第三 对于月亮 为什么又活跃了十亿年 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解释 两种可能的猜想 都被嫦娥五号带回的样本否定了 对于这一种可能性的岩石颗粒